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老师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学了一下 字符串合适处理的函数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来介绍 字符串的比较 那字符串的比较呢 有多种方式的比较 那最常见的比较呢 就是咱们在写项目中 经常用的等号比较 来咱们看一下 等号如何比较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第一种也是我们最常用的 如果你不会其他的比较 大部分咱们都用等号这种比较 也就是第一种使用 等号比较字符串 这是最常见的 基本上90%都会用这种去处理字符串的比较 那这个怎么用呢 和我们用等号去比较两个数是否相等 差不多 但是字符串比较呢 没有用大一号小一号去比较的 只有等于和不等于这样的去比较了 比如说声明第一个字符串 比如str1 假如说我叫做abc 随便的一个字符串 那我再声明第二个字符串 假如说也叫做abc 这两个怎么的 是不是相同的 那可以这样 用一个一负一句判断 如果字符串一等于字符串二 就是这个等号 对吧 和判断两个声相等是一样的 然后判断输出什么相等 否则的话 如果不相等的话输出 对 输出不相等 不相等 那这两个都是abc 是不是相同的 相同的 那么一定是相等的 来我们来放一边这 是不是相等 我们看到了对不对 所以用等号比较 只有相等和不相等 这样去比较 没有大邀选号 这点大家需要记住 不使用那个 那如果字符串 如果是大小写的呢 它是相等的吗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张 这我再放一张 是不是不相等了 因为两个毕竟长得不一样 一个是小写的 一个是大写的 但是通常我们在开发程序的时候 对于字符串比较 咱们通常都是做不区分 大邀写的 去比较 那不区分怎么做呢 是这样的 所以需要注意一点 注意 什么呢 如果是不区分 大小写的进行比较 怎么做呢 怎么的 两个比较的字符串 要么都转成大写 要么都转成小写 对吧 比如说现在字符串一和字符串二 现在咱们想做样看它怎么的 不区分大小写 比如说我全转成大写 转大写的话 咱们字符串都没有处理函数 对吧 这样 str2 upper 使用这个函数 就能把它全变成大写 使用这个函数 我们就能把第二字符串也全变成大写 那不管这个原字符串本身是大写小写的 我转完之后全都变成大写的 再去比较 是不是就不去大小写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是不是又变成箱笼了 这是我们 第一个用等号做比较的 给大家保存一下 保存一个例子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不用这种等号比较 那我们程序里边还有什么方法 去比较这个字符串是否想怎么呢 或者怎么做字符串做比较 那就得使用系统函数了 对吧 那有哪个函数呢 看一下 这是字符串处理函数 我们搜索一下 可以使用这个 什么strcmp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专门做字符串比较的函数 好 你看看一下 按进制二进制安全的字符串比较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字符串和第二个字符串 比较的就是这两个字符串 对 就知道吗 那什么叫做二进制安全的比较呢 说白了就是什么 字符串是由多个字符组成的 对不对 它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按照 阿兹克马的大小来比较 因为每个字符都对应一个阿兹克马 对不对 比如说字符小A对应97 小B对应98 小C99 小D100 对不对 大A对应65 这是二字符串 那比如说小A和大A已经比较 那就是97克65比较 那当然是小A97的要大 听懂吗 足够字符比较 听懂吧 如果遇到一个字符 不管两个字符串长度不一样 遇到一个比另外一个大 那就证明整个字符串比另外一个大 明白这意思吗 那字符串的大小是没意义的 主要是相等不相等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遇到比较的时候 你看它返回的是一个整数 那整数怎么来算呢 看到这块 如果第一个字符串小于第二个字符串 是反对负数 一般都反对负一 听懂吗 如果第一个字符串大于第二个字符串 反对正 如果两个字符串相等的 那反对零 听懂吗 那比如说 现在咱们比较的是字符串一和字符串 也就小写的ABC和大写的ABC 进行比较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不用这种方式了 用函数 什么呢 STRCMP 对不对 里边什么 对 STR1和STR2 看到了 那这两个相不相等呢 对 我们这么做的话 它反对的不是不尔形式 对不对 是一负一和零 对吧 只有这个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猜出什么 是相等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么比较 可不可以抓紧一下 对吧 两个是不相等的 那如果都是小写的ABC 那是不是相等的 对吧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很少这么去写 我们一般用Switch case来做一下 比如说换一下 可以这样 SWITCH 这里边我们比较STRCMP 比较一下第一个字符串和第二个字符串 对吧 然后 CSTK40 如果它两个比较完之后结果是零 说明什么 IQ BRE 对 第一个字符串 STRE 怎么的 如果是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等于第二个字符串 谁呀 STR2 是不是这样的 那好 我们复制一下 它不会有别的值 它就是零什么 负一和一 对不对 如果比较完值是负一 说明第一个字符串 小于第二个字符串 如果等于一的话 说明第一个字符串 大于第二个字符串 提示我们变量税 对 少小于变量STRE 对不对 好 是不是第一个字符串 等于第二个字符串 DC 两个是不是相等 如果我第二个字符串 这么多个D 和第二个字符串相比 第一个是多点东西 肯定是第二字符串 大于第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第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就变成小于第二个字符串 那数字结果应该什么 是负一 所以就第一个字符串 小于第二个字符串 是不是这样 如果两个字符串相等的 现在 这个是变成大A 这两个字符串 位置你说一下 哪个比较大 对 因为第一 它是按字符各处 一个一个比较的 先第一个字符 和第一个字符比较 相同的话 再比较第二个字符 再相同比较第三个字符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 第一个是小写的A是9 第二个字符串是大写的A是65 所以97大于65 那么就第一个字符串大于第二个字符串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通常去做比较的 来保存一下 如果我想用这个函数 想不区分大小写的比较 怎么办呢 不比较大小写的区分大小写的比较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区分大小写的函数 跟它类似的对吧 LTRCSECMP 使用这个函数 跟刚才的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它不区分大小写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换成CSE 换成这个函数了吧 然后我这块是小A 那我这是小B或者是大B 对吧 那不区分大小写的话 A和B哪个大呀 原来是A大对不对 对吧 你要是用刚才那个比较的话 区分大小写的比较到A97大于这个什么 大B66吧 不是68吧 不是应该是66 对吧 是不是大这个 现在不区分大小写了 那下边的字路串是不是会大于上的 对吧 那么看一下 也就是第一个字路串会小于第二个 这不就可以了 这是不区分大小的比较 那我们使用的是在CSECMP的函数 那我们再保存一下 好 那这个比较函数和等号 这又进了一步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按字节比较 就是字符 比较 我们使用两个函数 一个什么 STRCMP 这个函数和STRCSECMP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还有一种按自然碎语比较 按自然 碎语比较 那什么叫按自然叙语呢 比如说我这话有一个 一般他起文件名 比如说多个文件能包起的话 就是文件1.TSD是更强 然后对文件2.TSD 是不是这样 对吧 那假如我是文件11.TSD 和文件2.TSD 对吧 这样比较的话 如果按照咱们这种方式去比较 这两个哪个是大的 对 对 因为一个一个比较遇到这的时候 2是大于1 对吧 如果按照自然数的比较 对吧 那文件2和文件11 肯定2排在前面 对不对 2大也要什么排在11前面的 11要比2大的 这是自然数 是不是这样吧 对 那这也能比较 比如说我现在按这种什么字符比较 的话 现在说明什么 字符刷2大于重刷1 也就是重刷1小于第二个重刷 你看小于第二个重刷 对不对 那如果按照自然数比较 那怎么比较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函数 看一下手车里边有 就是 NAT CMP 看到这个吗 使用自然数据排一块 比较重刷 对不对 当然了 它也有区分大条写的 自然数有区分大条写的 那使用什么 NAT CSE 对 只要带CSE的都是什么 不区分大条写的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用它不区分大条写的 之后换成 NAT 是不是就可以了 现在我再比较的话 就应该什么 字符刷1是大于重刷2了 这是自然数据 11大于2 是不是这关系 对 你看 是不是大于第二重刷 看到了 所以 这是自然数比较 我们又学了两个函数 比较函数 NTR NAT CMP 对吧 不区分大条写的 NTR NAT CSE CMP 对吧 对 就是这样吧 那通常像 第二种和第三种 咱们在什么场合 用的比较多呢 记不记得咱们前面在讲数组的时候 咱们也讲了一系列 的函数 对吧 其中就重点讲过排序函数了 对不对 而排序的时候系统提供了很多默认的排序方法 对不对 但是他不一定什么情况都考虑到 所以排序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 自定义的排序方法 叫做U Sout 还记得这个吧 前边是要排序的一个数数 比如说AR等于 AR 以外 假如这里边 可能用刚才那个 文件1.tst 文件2.tst 文件11.tst 和文件12.tst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我们对他排序的话 如果按自然顺序排序的话 那就是文件1文件2.tst 1.tst 对不对 如果按音序的话 应该是1.tst 1.tst 然后再2 是吧 音序 因为2大于1等 对不对 那用这个排序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参数就要传 被排序的那个数字 第二个是自己做函数排序 还记得吧 对对吧 而且这个函数也是一样的 如果法规定说明第一个数 想去第二个数 法规法规定说明数组的第一元素 I的两个元素相等的 法规一说明 数组的第一元素大于第二的 相邻的两个头一个大于第二的 对不对 负一就是什么 对 对相邻的前一个小于第二的 是不是这关系 那前面原来咱们自定义函数 或者是直接写个函数 然后自己写些排序的算法 对不对 比较做这段上段 那现在既然我们 有字符比较和安自然顺应比较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系统的函数 作为回到函数传进来 比如说我写上看来 按音序排序 那就是strcmp 看到了吗 那这样的话排序完之后 我们再打印一下他的顺序 怎么拿 倒费啊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 你看文件一十一十二二 是不是音序的顺序去比较的 那如果我们这块 把它换成什么 哎 n a t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一二十一十二 对不对 那如果有大小写的 比如说这个 电场看f大写的对不对 那我们这块还是自然顺应吗 是不是也是这个肯定是最小的对不对 啊 那如果想不去音大了就怎么办呢 c se 是不是都可以啊 所以说系统函数也可以作为回到函数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什么 字无串的比较 对比较方法 也涉及到了四个咱们常用的比较函数 对不对 当然了 字无串处理函数除了比较函数之外 还有很多个函数 比如说 咱们这里边这么多字无串处理函数 看到了吧 都是咱们要学习需要掌握的 但是呢 咱们讲到这里讲完了吗 还没有 咱看到了这么多 对不对 其他的咱们不在字无串这讲完 因为讲太多大家会烦 对不对 字无串处理最重要的是更多匹配差的情况 而跟分割匹配差的替换的函数 咱们还一定都没讲了 对吧 放在哪去讲呢 咱们后边会学正则 正则也是处理稳稳的 你说白了也就是处理字幕团的 对不对 而正则处理字幕团的功能也是分割匹配差的替换 咱们在那个时候一起讲 对比的介绍 那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字幕团处理好 什么时候使用正则在处理团处理好 咱们有个对比的介绍 所以呢 先暂时看到这里 大家如果觉得 想现在就学 那你可以按照手册的处理区 把手册的实例 你可以将这些函数自己先学一点 好吧 如果也不明白的 再看咱们后边的正则方面的函数处理 然后把它弄明白 字幕团简单而重要 大家要多上一些心 好好学些这些东西 好吧 好 这就是我们 字幕团处理函数部分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 介绍到这里 好吧 再见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